这张消防局的救护记录单最近在网络上疯传 因为这两行字让人看了齿发毛 有病患说九一车上有鬼 不愿搭乘自行叫计程车 所谓九一就是救护车的代号 病患说因为车上有鬼 所以坚持改搭小黄 这样的传言立刻引发热烈讨论 尤其是消防弟兄 对于救护车上有鬼 或是救护时遇到的灵异事件 各地的消防弟兄议论纷纷 还有人说救护车在过往生者后 车门就会坏掉 不过意思说像消防员比较容易接触生死 通常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容易产生错觉 你说哪边鬼最多 医院其实鬼也不少 那民众会因为这样就不来医院吗 也不会 所以最主要的压力 跟他的生理的情况 造成这样一个急性的错觉跟幻觉 疑似说通常在压力变小 或充分休息之后 就不容易产生错觉 不过这张有鬼救护记录单 还是引发了热烈讨论 接着蔡玉凯南投采访报道